第十九回 秦富侠立功复国 沙子颓慧王反正 话说齐桓公归国 管仲奏乐 东迁以来莫强于正 正灭东国而都知 前松后河 右落左脊 虎牢之险 闻于天下 顾在西庄公侍制 以伐宋奸许 抗拒王师 今又于楚为党 楚建国也 帝大兵强 吞噬汉阳诸国 于周为敌 君若欲禀王氏而罢诸侯 非仰楚不可 欲仰楚必先得正 桓公月 吾之正为中国之书 久欲收之 恨无忌尔 宁期禁约 正公子突为君二载 债族逐之而立子乎 高曲弥适乎而立子伟 我先君杀子伟 债族又立子夷 债族以陈竹君 子夷以地窜凶 饭愤逆轮皆当声讨 今子突再立 日谋习正 旷债族已死 正国无人 主公命一将往立 送突入正 则突必怀主公之德 北面而朝其矣 还功然之 岁命宁须无 引兵车二百胜 屯于历程二十里之外 宁须无欲遣人 致其侯之意 正立功突 先闻债族死信 密拆心腹 到正国打听消息 呼闻其侯遣兵 送己归国 心中大喜 出城远街 大牌宴会 二人续话间 正国差人已转 回说 债众已死 如今书瞻为上大夫 宁须无曰 书瞻何人 正伯突曰 治国之良 非将才也 差人又禀 正常有一奇事 南门之内 有一蛇长八尺 青头黄尾 门外又一蛇 长杖鱼 红头绿尾 斗鱼门阙之中 三日三夜 不分胜腹 国人观者如是 莫感尽之 后十七日 内蛇 被外蛇咬死 外蛇竟奔入城 至太庙之中 忽然不见 须无欠身贺郑伯曰 君未定矣 郑伯突曰 何以知之 须无曰 郑国外蛇及君也 长杖鱼 君居长也 内蛇子夷也 长八尺地也 十七日而内蛇被伤 外蛇入城者 君已出王假身之下 今当心丑之下 恰十又七年已 内蛇伤死 此子已失位之兆 外蛇入于太庙 君主宗寺之征也 我主方身大义于天下 将那君于正位 蛇斗适当其时 待天意乎 郑伯突曰 诚如将军之言 末世不敢复得 宾须武 乃与郑伯定计 夜袭大陵 傅侠率兵出战 两下交锋 不与宾须武 绕出背后 先打破大陵 插了齐国齐后 傅侠之力不敌 只得下车投降 郑伯突嫌 傅侠十七年相聚之恨 咬牙切齿 赤左右 斩气报来 傅侠大呼曰 君不欲入正业 何谓杀我 郑伯突幻转问之 傅侠曰 君若赦臣一命 臣愿消子夷之手 郑伯突曰 如有何策能杀子夷 不过以甘言红寡人 欲脱身归正耳 霞语 当今郑政 皆书瞻所长 臣与书瞻治后 君能救我 我潜入郑国 与瞻谋之 子夷之手 必献于坐下 郑伯突大骂 老贼奸诈 烟感匡无 无今放乳入城 乳将与书瞻起兵 拒我已 宾须无远 侠之妻奴 现在大灵 可求于历程为至 傅侠叩头求哀 如臣诗信 诸臣妻子 且知天日为事 郑伯突乃纵之 傅侠至政 夜见书瞻 瞻见侠 大经月 如首大灵 何以至此 侠月 其后遇政政位 命大将宾须吾 统领大军 送公子突归国 大灵已失 侠连夜逃命至此 骑兵淡满当智 势在危急 此能斩子夷之手 开成盈智 富贵可保 以免生灵涂炭 转祸为福 在此一时 不然毁无疾已 瞻文言漠然 两九月 无向日 愿主营利 故军之意 为债众所祖 今债众物故 是天助故军 为天必有救 但不知计将安出 侠月 可通信立成 令宿进兵 自出城 为为据敌 自已必临城观战 无去变图之 自引故军入城 大事定义 书瞻从其谋 密使人置书于突 富侠 然后参见子夷 速以骑兵驻突 大灵失陷之事 子夷大经曰 故当以众路求救于楚 待储兵到日 内外加工 骑兵可退 书瞻故缓其事 过二日 尚未发食网 谍报立军已至丞相 书瞻曰 臣当引兵出战 君同富侠 登城固守 子夷信以为然 却说郑伯突 引兵先到 书瞻略战术河 兵虚无 引骑兵大进 书瞻回车便走 富侠从城上大叫跃 正师拜议 子夷肃无胆勇 便欲下城 侠从后赐之 子夷死于城上 书瞻叫开城门 郑伯同宾须无 一同入城 富侠先往清宫 欲子夷二子 拒杀之 迎突复卫 国人速复立功 欢声阵地 立功后会宾须无 约以东十月 亲至齐庭启蒙 须无辞归 立功复位数日 人心大定 乃位复辖曰 如守大陵 十又七年 立聚寡人 可谓忠于旧君已 今贪生未死 今贪生未死 父为寡人 而是旧君 辱心不可测也 寡人当为子 已报仇 贺令力士押出 斩于世曹 其欺奴 孤赦福诸 然翁有失探云 正突奸雄 事所无 借人成事又行诸 富辖不爱 虚于活 赢得忠明 万故乎 原凡当先赞立子宜 恐其得罪 猖疾告老 立功使人责之 乃自义而死 立功复制逐君之罪 杀公子恶 强处必于书瞻之家 书瞻为之求生 乃免死 跃其足 公府定书出奔卫国 后三年 立功赵而复之 约 不可使公书无后也 债族以死误论 书瞻仍为正卿 赌书诗书并为大夫 正人为之三良 再说 齐桓公之郑伯突已复国 魏曹二国 去东亦曾请盟 与大和诸侯行声定约 管仲约 新军举罢事 必以简便为正 桓公约 简便如何 管仲约 陈 陈蔡朱自北姓之后 是其不二 曹伯虽未会 以同伐宋之举 此四国不必再凡奔走 唯宋卫未尝与会 且当一见 似诸国其心 方举盟约可也 严未必呼传报 周王在前善灭报宋之聘 以至魏国 管仲约 宋可乘以 魏居道路之中 君当亲至魏帝为会 以迎诸侯 桓公乃约 宋魏正三国 惠于眷地 连善子其侯 共是五位 不用煞穴 即让而散 诸侯大跃 其侯之人心跃从 乃大和 宋 鲁 陈 魏 正许诸国 与幽帝 煞穴为盟 使定盟主之号 此周西王三年之冬也 却说 楚文王雄姿 自得西归立为夫人 宠幸无比 三年之内生下二子 长曰雄奸 次曰雄运 西归虽在楚宫三载 从不与楚王说话 楚王怪之 一日问其不言之故 西归垂泪不答 楚王故请言之 对曰 无疑妇人 而是二夫 纵不能守节而死 又何面目 向人言语乎 言气泪下不止 胡曾先生有诗云 西王深入楚王家 回看春风一面花 敢就不言长眼泪 只应翻恨 有荣华 楚王曰 此皆蔡献武之故 故当为夫人 报此仇也 夫人勿忧 乃兴兵伐菜 入其福 菜喉献武 肉坦福罪 尽出其裤藏 宝玉已露楚 楚时方退 市政伯突 前使告 富国于楚 楚王曰 土富为二年 乃使告孤 曼姑善意 赴兴兵伐政 正谢罪请成 楚王许之 周西王四年 郑伯突未处 不敢朝齐 齐还功使人让之 郑伯使上清 书瞻如其 为还功曰 必亦困于楚兵 早夜成熟 未祸西间 事已未修碎事 君若能以微家储 寡君 赶不朝夕 立于其亭户 还功勿其不逊 求瞻于君府 展世系 逃回正国 自是正备其事处 不在话下 更说周西王 在位五年崩 自浪立 视为惠王 惠王之二年 楚文王雄兹 淫报无证 喜于用兵 先年 曾与八军 同伐身国 而惊扬 而惊扰八师 八军怒 遂袭那处克之 守将 岩敖 由涌水而盾 楚王 杀岩敖 岩氏之族 愿亡 至是 曰八人 伐楚 愿为内应 八兵 伐楚 楚王 亲将 赢之 大战于今 不提防 岩族数百人 假作储君 混入阵中 竟来跟寻楚王 楚君大乱 八兵成之 遂大败楚 楚王面颊 众箭而奔 八军不敢追逐 收兵回国 岩氏之族从之 遂为八人 楚王回至方城 叶寇城门 玉泉在门内问曰 君得圣乎 楚王曰 拜已 玉泉曰 自先王以来 楚君战无不胜 八小国也 王自将而见拜 宁不为人笑呼 今皇不朝楚 若伐黄而胜 有可自解 遂闭门不纳 楚王愤然为君事曰 此行再不胜 寡人不归矣 乃宜兵伐黄 亲谷 氏族死战 拜皇师于雀灵 事业夙于营中 孟兮侯怒气勃勃而前曰 古何罪而见杀 又战无疆土 淫无欺世 无疑倾于上帝乃 乃以手披楚王之夹 楚王大叫一声醒来 剑窗崩裂 血流不止 急传令回车 至于秋帝 夜半而轰 欲权迎丧归葬 长子雄间四立 欲权曰 无犯王二次 纵王不家诸 无敢偷生虎 无将从王于地下 乃位家人曰 我死 必葬我于智皇 使子孙之我守门也 随自井而死 雄间连之 使其子孙视为大昏 先如左侍呈玉泉为爱君 使官有失博之 曰 闭门不纳亦看经 若将此事称忠爱 乱贼纷纷尽戒明 郑立功闻楚文王凶信 大喜曰 吾无忧矣 书瞻禁曰 陈文 依人者谓 沉人者辱 仅立国于齐楚之间 不辱极威 非常济也 先军 桓武 即庄 三世为王朝清世 适以冠冕列国 征服诸侯 仅新王四统 闻国晋二国朝王 王位之 降礼命幼 又赐欲武爵 马三匹 君不若朝贡于州 若赖王之宠 以修仙世清世之业 虽有大国不足谓也 立功曰 善 乃遣大夫师叔 如周请朝 师叔回报 周世大乱 立功问 乱行如何 对曰 习周庄王 避切瑶姬 为之王瑶 生子颓 庄王爱之 使大夫伟国 为之师父 子颓姓好牛 常养牛树白 亲自喂养 似以五谷 披以文秀 为之文寿 凡有出入 仆从 解成牛而行 践踏无际 有因杰 大夫伟国 鞭博 子秦 筑贵 瞻服 往来甚密 西王之事 未尝尽 今新王即位 子颓势在 书行 骄横一身 新王悟之 乃才意其党 夺子秦 筑贵 瞻服之田 新王又因 筑怨又于公策 为国有谱 鞭博有势 接近王宫 王聚取之 以广其诱 诱善夫 食肃 尽善不惊 王怒 隔其路 食肃 亦汉亡 故五大夫 同食肃 作乱 奉子颓为君 以公王 赖周公 继府 同少伯 廖等 死力拒敌 众人不能取胜 乃出奔于苏 先周五王时 苏愤生 为王思寇 有公 为之苏公 受以南阳之田 为彩地 愤生死 其子孙 为敌所致 乃盼王 而是敌 又不缴还彩地 于周 还王八年 乃以苏子之田 避我先军庄公 亦我进周之田 于是苏子与周 嫌隙一身 卫侯朔 悟周之力前目 亦有素愿 苏子因 奉子颓奔位 同卫侯 帅师 伐王城 周公 继府 战败 同少伯 廖等 奉王 出奔于乌 武大夫等 尊子颓为王 人心不服 君若 兴兵那王 此万事之功也 立功曰 善 虽然 子颓懦弱 所示位者 焉之众耳 武大夫 无能为也 寡人 再使人 以礼遇之 若毁霍反 反正免动干戈 岂不美哉 一面使人 如乌嬴王 暂性利益 因立功 向居立十七年 功是其整故也 一面使人 置疏于王子颓 书曰 图文 以臣犯君 为之不忠 以帝兼凶 为之不顺 不忠不顺 天阳极之 王子 勿听奸臣之计 放逐其君 若能毁霍之言 奉迎天子 树身归罪 不失富贵 不然 不然 退处 一语 彼于 帆福 有可 谢天下之口 为王子 诉徒之 子颓得书 犹豫未决 五大夫曰 其虎者 是不能 附下 其有 遵居万圣 而父 退居 臣位者 此 正伯 欺人之语 不可 听之 颓遂逐出正史 正立功 乃朝王余历 遂凤王 席入成州 取传国宝契 赴还历程 时惠王三年也 世东 正立功 遣人约会 西国公 同起义兵 纳王 国公许之 惠王四年之春 正国二军 会兵于尔 下四月 同伐王城 正立功 亲率兵攻南门 国公率兵攻北门 为国 盲寇攻门 来见子颓 子颓 因似牛未必 不及相见 为国语 是几义 乃假传子颓之命 使鞭驳 子秦 筑贵 簪斧 登匹首遇 周人不顺子颓 文王志 欢声如雷 正开城门迎接 为国方草国书 某遣人 往未求救 书未写救 文中古之声 人报 旧王已入城 作朝矣 为国自吻而死 祝贵子秦 死于乱军之中 鞭驳 簪斧 被周人绑 赴献功 子颓出奔西门 使十速 押文牛为前队 牛体肥行持 西为追兵所获 与鞭驳斧 一同斩首 然翁有诗 探子颓之鱼云 邪宠横行 亦未修 私交诚信 起肩谋 一年难面 成何事 只和关门 去伺牛 又一诗 说齐桓公 继称盟主 何畅亦那王 不应让之正果也 诗云 天子 天子蒙臣 久妙修 纷纷正果 效忠谋 如何众辅 无一策 却让当时 第一筹 惠王复位 赏赏 虎老以东之地 即后之盘建 赏西国公 以九权之义 即九绝树器 二军谢恩而归 郑立公 于路得极 归国而轰 群臣放 世子结极位 视为文公 周慧王五年 陈宣公 以公子 玉寇谋判 杀之 公子丸 自敬重 乃立公之子 与玉寇相善 聚诸奔齐 其桓公 败为公正 一日 环公就众敬家 饮酒甚乐 天色已晚 所逐尽饮 敬重 此曰 陈指补咒 未补业 不敢济之以足 环公曰 敬重 有理在 赞叹而去 环公以敬重为贤 使食彩于甜 世为田氏之祖 世年 鲁庄公 未图婚之事 会其大夫高息于房地 却说 鲁夫人文将 自其香公辩后 日夜哀痛响意 遂得授极 内侍尽举一茶脉 文将酒矿之后 玉心难治 遂留举衣饮食 与之私通 后举衣回国 文将拖延旧衣 两次如举 管于举衣之家 举衣父 见人已自带 文将老儿欲淫 然终以不及相公为恨 周会王四年秋七月 闻将并将病欲聚 遂空于鲁之别禽 临终为庄宫 其女今长成十八岁已 如当肃取 以正六宫之位 万物居中丧之志 使我九泉之下 悬念不了 又约 其方图博 如锦事之 物替事好 延弃而逝 庄公丧葬如常礼 遵依一命 其年便遇一婚 大夫曹贵约 大丧再病 未可咒也 请似三年丧必行之 庄公约 吾母命我已 长兄则咒 中丧则持 酌其中可也 遂已几年之后 与高熙申定前约 自请如其 行那必之礼 其桓公亦以 鲁桑位中 请缓其期 直至惠王七年 其义始定 以秋为吉 时庄公在位二十四年 年已三十又七岁已 亦欲取悦其女 凡事及其奢侈 又念赴桓公 轰于其国 今赴取其女 心中不安 用弊 玉孙斯探曰 男职大者玉伯 小者秦鸟 以张物彩 女职不过真力造修 以告前也 今男女同职 是无别也 男女之别国之大结 而由夫人乱至 其不忠乎 自江氏归鲁后 其鲁之好 欲故矣 其桓公 父同鲁庄公 和兵伐徐 伐荣 徐荣 具臣服于其 郑文公 见其事欲大 恐其亲伐 遂前使请蒙 不知后事如何 且看下回分解